Hi,我是Lectra 今天要介紹一下 Insta360在Cosso Mini-Z 四乘式攀岩車的玩法 來,我現在先把 鏡頭放到這裡 來看一下包裝 來看一下包裝 這個包裝 打開看看 這是Insta360的配件 我們打開看看 來,這是 Cosso Mini-Z 4x4 Ginni 以及遙控器 來 我們先打開它的車蓋 來,車蓋上面 我做了一點加工 呃,用一個 L型膠鐵 再加一個 強力磁鐵 然後用 雙面膠把它固定 這L型膠鐵 很簡單 就是 40x21mm的 不鏽鋼長方型 腳鐵 欸 70塊錢台幣 好 那我現在把鏡頭 換到車上來了 稍等一下 來 來 把車身固定在車殼上 把車身固定在車殼上 好 好 這樣應該就差不多了 來 我們打開電源 再來 打開 遙控器 好了 可以動了 來 試試試看 試試看 試試看 駕駛視角的感覺 等一下會 會很大聲喔 請注意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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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2 2 3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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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8 8 9 9 9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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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電源關閉 車殼拆開 看看 戴上帽子 把鏡頭拆下 來,就是這個樣子 來 把鏡頭拆下來 來,這邊一盡到底 好,那我們之後再見 掰掰